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怪人不依不饶啊 就连睡觉都不放过 他不是没有想过报警 可警察哪能相信勺子打人的传闻呢 更何况怪人还剧断了他的电话线 即使他鼻青脸肿的出现在医院 医生也认为这是他自己弄的 这下杰克是真的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了 自那以后杰克只有无穷无尽的跑啊 而那怪人右手持勺用力敲打 周而复时从不缺席 可毕竟其他人都看不见杰克口里的这号人物 久而久之 他就连搅拌咖啡都不再使用勺子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疯子 也没有自虐倾向 杰克还用上了相机 只可惜结果还是很遗憾 就连刀枪都不能上他分好 所以说啊 这怪人根本不是人 好在杰克发现了对方手上的符号 为了破解背后的秘密 杰克跋山涉水 终于他在一位女巫那里得到了答案 原来啊 这是一种古老的诅咒 无法破解 除非杰克死了 否则那个怪人将会跟着他 直到世界的尽头 往后的日子啊 怪人和杰克就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只是猫始终没有拿下老鼠 而怪人总是可以轻轻松松把杰克吓得半死 走过埃及 跑过白宫 就连前海也无法改变杰克被勺子打击的命运啊 都说忍不可忍 无须再忍 杰克决定再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 只是电锯还未出手 一个勺子就飞了过来 然后他的大宝贝就没有了 在痛失爱子之后啊 杰克每天都带着装备出门 只是无论他的装备怎么换 怪人不老不死 勺子也不立身 影片最后 杰克放弃了挣扎 就在要放弃的时候 怪人的勺子居然断了 那杰克本以为自己要有希望了 没想到 怪人居然在衣服里藏了一整面的勺子 新一轮的敲打即将开始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的人杀人只需要几秒钟 而有的人可能需要几分钟 可谁都没有想到勺子怪人整整用了几年 看到最后 我其实只想问一句 这个勺子是哪里铲的呀 质量如此过硬 我也想买一把来用用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